中国解放军海空兵力挑衅台海中线 试图包围台湾的规模跟频率 不断挑战新高 我国海军司令唐华 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就指出 中国正在使用水蟒战术 对台湾施压 还说只要中国想要 随时可以封锁台湾 裴洛西议长访台之后 他开始在台湾周边 常态性的部署四双 可是从今年二月以来 我们统计的结果 现在平均每天都会将近八双 那这就代表是说 当有状况的时候 共军在台湾周边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军舰 以军舰已经被变 中国的扩张主义的本质 是一直在那里的 我们对于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战术 或者是可能的作为 我们都密切加以关注 我们都会有妥事的因应的方式 唐华使用水蟒一词 因为水蟒习惯逐渐出力 把猎物给勒死 如同解放军阵 加大力道包围台湾 出现在台湾周边的舰艇数量 从一月一百四十二艘 到八月两百八十二艘 越过海峡中线的次数 也从一月三十六四到八月 暴增为一百九十三次 更透过各种联合战备 对境训练兵 倘若封锁成功 将会冲击战时台湾的补给生命线 东北海域就比较少看到 就共间的出没 因为那个地方就临近 第一岛令的日本冲绳群岛附近 中国胆敢用反舰飞弹 来攻击这条航路的话 势必会跟日本跟美国引起争端 除了增加我国反舰飞弹数量反制 也跟地缘政治息息相关 东北有日本跟美国 南方有美国跟菲律宾 反舰飞弹射程都能彼此重叠 盟邦合作才能确保台海畅通 维护区域稳定 三日新闻综合不道 三日新闻